P106100是10606GB的挖矿专用型号 其特点是没有视频输出 默认禁用游戏图形接口 并且将接口协议从PCIe 3.0降低为PCIe 1.1 与雷电三代宽接近 自家的P106是最短的 所以非常适合ITX用户 自家的P106总共有四代 其中主要分为两代 其两代的主要差异在于有无原配挡板 但并没有看出其他具体差异 到手发现自家P106PCB长度非常短 但是由于散热器外壳和散热器的存在 对于一些ITX小机箱来说仍然偏长 拆开风扇后发现散热器偏长有一定的机灰 但并不是太严重 可以注意到PCIe挡板的左侧螺丝 或者是采用了自攻螺丝 这大概是因为这并不是原配挡板 而原配挡板的第二个螺丝孔 就在中间黄色的螺丝孔 进一步拆下整个散热器 发现散热器中有一根热管 连接核心和其他散热部分 MOS管单独安装了散热器片 而上方并没有留下空隙以防止灰尘进入 注意要避开那些PCB容易积灰并且有秀极的框卡 最后直接移除了风扇外壳 将风扇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 由此长度缩短到20.3厘米 由于一些VBIOS的问题 在插入P106后 虽然操作系统一般认为只是一个3D控制器卡 而不是一张VGA视频卡 但是主板的固件然而会将其作为onboard VGA 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情况下极显会被禁用的原因 所以我们进入BIOS设置 进入高级设置中的芯片组选项 CPU的System Engine包含了内存控制器 视频输出和PCIe控制器 由于精英是一个三线厂商 它并没有很好的做出一个 能够允许iGPU强行开启的选项 这里的workaround是插入一张量级卡 开启IGD模拟monitor选项 这样独显插入时极显然会运作 但并不是固件的默认VGA设备 不过等到系统驱动加载之后 极显就能够正常的输出画面 只不过固件界面到系统 假如那一段时间会暂时性的黑屏 但是在安装过程中 需要进入安全模式或者无签名驱动检查模式 因为Windows高级启动选项是属在EFI阶段的选单 此时内核还未启动 所以只能摸黑按键或者借助亮机卡来帮助通过 关闭检查签名后即可安装驱动 此时安装中会弹出一个无签名的警告 右侧设备依次为P106 英特尔极显和未安装驱动的A卡 这就是安装完的平台效果 由于系统盘只有128G 所以拉了一个万兆网卡用来访问NES上的一些文件 安装完驱动后可以看到P106的运行信息 并且由于CPU是移动版 所以可以开启NVIDIA控制面板 虽然主板不支持超频 但是通过XTU工具 就可以对全核单核双核的频率进行调节 在移动版CPU中 47系列可以拉两个背屏 48系列可以拉四个背屏 49系列可以拉六个背屏 所以可以实现全核3.9GHz 显卡可以通过MSI Afterburner进行超频 3DMark中超频前仅有4100分图形分 而超频后达到4400分图形分 但是CPU可能由于是ES版的缘故 项量运算仅用到的SSS E3指令机 而没有使用处理器支持的AVX2指令 这可能让CPU得分缩减30% 绝力求生全高清全Ultra设置中 可以跑到80帧 此时功耗大约为220W 焦火场景中大概浮动在50-70帧左右 在热门游戏Apex Legend中 通过和NBC采用同样的测试方法 1080P全高帧率在60左右 介于1060的移动版和桌面版 由于P106屏蔽了NVDEC和NVENC模块 所以无法对视频进行硬件 好在核显的QuickSync模块仍然能够提供硬件码支持 常见的H264 4K平安都能流畅播放 并且没有引入额外的功耗 不过如果要播放VP9视频 则需要动用CPU的软解 这个就会引入大量的功耗 在测试中 待机功耗和视频播放功耗大约都为50W不到 但是一旦播放4K H265或者VP9视频 功耗会提升到100W左右 安装独显时的功耗大约为45W 而拆掉独显后大约为36W 这证明独显功耗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也不能像笔记本的Optimuse技术一样 能够完全关闭独显以降低能源消耗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过几天我还会有一个RX440D的测评视频 并且动用OS10KVM借助PCIe Pass-Thru安装黑苹果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分享 谢谢